创新激发活力,小企业大作为。 石家庄金士顿轴承科技有限公司,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组建高水平创新团队,妙招引材打破国际垄断。 空气轴承是用气体作为润滑剂的滑动轴承, 以传统滚珠轴承相比,具有节能、高效、收命长等显著特点。 而如何提高空气轴承的承载能力,则是拓关这种轴承应用领域的关键技术瓶颈。 在石家庄金士顿公司的研发实验室,这一技术难题又有了新的突破。 目前,它们可以让直径10厘米的动压空气轴承,产生能够稳稳托起三个成年人的气磨力。 它大大提高了轴承的抗充机能力,间接提高了轴承的使用寿命。 公司技术副总何波告诉记者,如果把实验室比作起创新发展的主机, 那么他们的研发团队就是这一主机的中央处理器。 别看现在的研发团队有40多人,可在公司成立之初, 懂传统轴承生产的技术人员也只有6个人。 为突破企业经营规模小,所处城市人才少造成的研发能力弱的瓶颈, 公司首先打造了河北省空气轴承及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石家庄金士顿轴承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等代表行业领尖技术水平的开放型技术研发平台, 让相关专业高校院所与企业能够在同一平台上实现创新资源的共用共享。 通过平台开放,集中本企业本行业和社会优质资源, 共同解决在研发过程中出现的共进关键技术问题, 不断提升研发平台的科研水平。 今年即将博士毕业的北京科技大学学生张钱就相中了这些开放的创新平台。 这边具有非常完善的实验条件, 无论是动平衡仪还是试波器功率分析仪, 咱们采用的都是在全球范围内能找到的最高规格的设备去支持我们的研发。 在企业招财引致措施的一盘棋中, 不仅有打造创新平台,完善创新环境的当头炮, 金石顿还走出了企业当保姆,人才做股东,研发有奖谱,产品想分红的连环网。 在帮助外来科研人员解决处房,子女入学,家属就业等生活问题的同时, 让科研人员以技术入股,激发高端人才的研发热情。 高端人才享有2%到3%的股权,可以逐年享受分红。 研发过程当中只讲不乏,做好了我们奖励,做不好了我们鼓励, 也就是说这样让他们做起事来更能放开手脚。 随着各相关学科的高端人才不断加入, 金石顿公司的动压空气轴承研发和应用进程不断加快, 取得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60多项, 形成了以动压空气轴承技术为核心, 以高速流体机械产品为支撑, 以提供节能方案为特色的完整业务链。 我们想继续抓好经经济协同发展的历史机遇, 和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深度融合, 把高端人才还有更多的创新资源实现共享, 从而推动我们企业自身的创新发展。 感谢观看